要说本届WWDC的大明星毫无疑问是iPod Vision Pro 但是除了这位大明星以外 Mac产品线也迎来了三款新品 这台15寸的大MacBook Air也是其中之一 MacBook Air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有两个尺寸的 除了我们都很熟悉的13寸以外 另一款它其实是更小的11寸 但是在iPad和笔记本的界限慢慢模糊的今天 11寸的MacBook Air也变得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于是它就渐渐淡出了我们的世界 反而是今天的这台MacBook Air把尺寸做大 上探到了之前MacBook Pro才有的15英寸 外观无需多做介绍了 除了尺寸和13寸的MacBook Air就没什么区别了 接口一样 键盘一样 触控板一样 颜色选择也一样 当然屏幕上的刘海也一样 机内同样的M2处理器 同样没有风扇 不同的是电池变大了 从52.6瓦时变成了66.5瓦时 扬声器从4个变成了6个 增加了一对低频单元 这个就是两者除了尺寸之外 为二可以在参数表上找到的区别了 不过更大的尺寸 除了带来更大的屏幕 更大的电池和更多的扬声器以外 还有一个隐性的区别 那就是散热能力 MacBook Air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无风扇笔记本 之前的13寸MacBook Air的散热 就是靠一片大面积的散热片完成的 15寸的Air虽然我们不能拆 但是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拥有类似的结构 但是散热片也应该会相应的大一点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从散热能力 续航表现以及屏幕和外放 这三个方面来简单聊聊 它和13寸的MacBook Air有多大的区别 以及简单和定位类似的LG Gram来对比一下 聊聊它到底适合哪群人 首先来聊聊性能 首先是纯CPU方面 25度室温下 Cinebench R23的10分钟测试当中 15寸的MacBook Air持续性能 是要比13寸好一点点的 13寸从第一轮开始就开始降频 而15寸的第一轮还是满血的 到了10分钟测试的末尾 散热能压住的功耗 从13寸的12瓦提升到了14瓦 大核频率也相应的来到了2.7GHz 相应的成绩也从8000分左右提升到8200分左右 GPU方面 3DMark WLE的20分钟压力测试当中 15寸版本就明显比13寸耐久的多 20分钟的最低成绩也有初次测试成绩的81.3% 比13寸的结果好很多 M2的GPU火力全开的时候大概是12瓦 这个时候的频率是1.4GHz 在20分钟过后 15寸的版本会降低到7-8W之间 频率则依然在1GHz之上 所以性能损失并不算明显 所以M2的高能耗比才是Air系列 敢用无风扇设计的底气 我们也测试了一些实际应用当中的性能 首先是7zip 在这项测试里面 13寸和15寸并没有任何区别 可以看到在短时间的CPU高负载场景当中 两者的性能是一模一样的 下一个是达芬奇 我们依然使用iPad Pro M2那期视频里的达芬奇项目 我们分别会导出H264和H265两个视频 看来在这个测试里面 15寸的MacBook Air 在这种时长的高负载工作下 并不会比13寸来得更快 毕竟像3分钟这样级别的混合负载 对于功耗不高的M2来说 还不至于触发降频 但是在Adobe家的软件里面 情况就有意思一些了 PR里面和达芬奇的情况类似 两个尺寸的MacBook Air同样几乎没有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测试我们使用的测试工具是新版的PR Proget Bench 0.98 分数的计算方式已经重新设计过了 素材也和之前不一样 所以它和以往的测试结果并没有可比性 但在AE的测试里面 15寸就大幅领先13寸了 这是因为AE的测试场景里有大量的CPU满载渲染场景 在这个测试流程里有不少是调用CCD进行渲染的 而且它的流程并不短 所以两者散热导致的性能差距就会被拉开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Blender的3D渲染测试里面 15寸的Air在渲染时间相对短的宝马测试里面 会比13寸快一点 基本上和主动散热完全不降频的13寸MacBook Pro M2的成绩一样 在渲染时间比较长的Classroom测试里面 它会和13寸再拉开一些差距会更加接近主动散热并不降频的MacBook Pro M2 所以大机身加上被动散热的效果虽然还是比不上主动散热 但是比起小机身的被动散热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当然我知道MacBook Air的用户一般也不会拿它的笔记本 干我上面干的那些重活 对于这种笔记本来说可能还是续航能力更有意义一点 13寸的MacBook Air已经基本上是市面上续航最长的笔记本电脑之一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电池大了一些 但屏幕也相对大了一些的15寸MacBook Air 是否能带来比13寸更长的续航呢? 15寸的MacBook Air这个续航表现只能用无敌来形容了 在我们的续航测试当中 15寸的MacBook Air得到了14小时36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确实非常厉害 比起已经非常强的13寸MacBook Air又强了20% 这基本上就是目前续航时间最长的笔记本电脑了 15寸的MacBook Air这个续航表现只能用无敌来形容了 实际的使用体验就是从充满电到99%你大概都要用掉一个小时 这个续航表现确实是非常恐怖的 是那种短途出差你都不用带充电器的程度 当然对我来说我更愿意牺牲一点点的续航 去换一个120Hz的ProMotion显示屏 毕竟对于我来说我不觉得MacBook Pro的续航不够用 所以 但15寸MacBook Air最大的不同 当然还是来自于更大的机身 这一点带来的直观印象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是屏幕大小 第二个是重量 第三个其实是外放的效果 其实这些才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感知最强烈的地方 因此我找隔壁借来的目前我认为MacBook Air 15寸会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 也就是LG Gram 16 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差别 现在说说屏幕尺寸 15-16寸这个级别的尺寸基本上就是双肩包能塞下的最大尺寸了 相比13寸的轻薄本 15寸的笔记本能显示的内容更多 这对于很多应用来说还挺重要的 比如说你要在行动当中做音乐 Logic Pro 里面就能够显示更多的内容 实际工作当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可以不用那么频繁的进行缩放 这个对于那些性能要求不高 但是又比较专业的应用场景来说 还是大有大的好处 当然对于更普遍的用户来说 更大的屏幕就意味着同屏更多的文档 或者说是看视频更大 但是这些东西不用我说 你们也都知道 所以对于这类性能要求不高 但又非Mac不买 或者对续航要求极高的用户来说 15寸的MacBook Air就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 第二点是重量 MacBook Air刚推出的时候 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薄和轻 但说实话呢 目前的MacBook Air虽然还是很薄 但是在轻薄本市场上实在是算不上多轻啊 15寸的重量呢 这次甚至来到了1.5千克以上啊 说实话我是比较失望的 尤其是刚拆开包装拿到真机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台相当压手的机器 感觉上密度和13寸Air差不多 并没有给我惊喜 但与之相反的是 LG Gram的两台16寸机型给了我更深刻的印象 16寸Style版本重量1.25千克 而Super Slim版本甚至不到1000克 这意味着LG Gram Style 比起Air 15 轻了一台14 Pro Max 而Super Slim甚至是轻出了两台14 Pro Max 这对于要背着电脑天天出门的商务用户来说 还是感知非常强烈的 当然Air这个重量主要还是因为Mac传统的全铝机身 这个的确给MacBook家族带来了非常结实的机身强度 举个例子 屏幕这一面的强度 MacBook Air如果你用正常的力度去掰它 它是不会扭曲的 但是LG Gram嘛就 嗯对吧 所以说重量和强度的缺蛇就要看你更在乎哪一个了 但我必须得说的是 如今LG Gram是那个拿到手里会 WOW的笔记本 但是MacBook Air并不是 第三点是外放 MacBook系列的外放一直是笔记本领域的天花板 那这点自然是无可置疑 尤其是MacBook Pro的外放给了我相当大的震撼 那个声音就根本不像是从笔记本里发出来的 但是13寸的MacBook Air的外放却并没有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甚至低频的表现要比13寸的老模具MacBook Pro还要差点意思 但是15英寸的MacBook Air在很大程度上补齐了这个短板 它的外放表现基本上就是MacBook Pro之下 其他所有笔记本之上的水平 接下来我会用云视听来让你听听看 这些片段我已经在真理音箱下矫准过了 听起来应该是比较接近现实中的听感的 但是请佩戴耳机试听 请佩戴耳机试听 每日 Kubernetes Edvention Us uckle dream 快乐 ic 것으로吩戴耳机试听 不再靠 critical link 进瓦剧点 这个渠口 sait 这个渠口 那是 idka mi t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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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tk 测完这台机器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还记得这个2016年的MacBook Pro吗 16款的15寸MacBook Pro应该是历史上最轻薄的大尺寸MacBook Pro了 但是糟糕的散热能力 过于激进的接口设计以及碟式键盘是真的得罪了不少专业用户 于是在2021年我们就看到了一台相当厚重的MacBook Pro 16 性能和散热表现确实都比以前强了很多 但是厚重的机身却让很多普通用户难以适应了 所以这台15寸的MacBook Air推出之后 这个产品线就清晰了 与其让大尺寸的MacBook Pro既不够轻薄也不够专业 那还不如将它一分为二 把轻薄的部分变成Air变得更轻更薄 还Pro一Pro 这个我觉得才是15寸MacBook Air诞生的原因 好了看到这儿这期视频的大部分内容就已经结束了 总结一下15寸的MacBook Air 它比起13寸的MacBook Air 带来了更大的屏幕 更大的电池 更好的外放 与此同时 重量和体积也会有着相应的增长 散热也会相应的变强一点 它最适合的其实是那些对性能需求一般 对笔记本的需求更多是日常应用的人群 尤其是商务用户和一部分音乐 摄影等等性能要求并不极限的创作者用户 它是MacBook Air产品线的一次拓展 扩大了MacBook Air所针对的目标群体 但在我看来 这台更大的MacBook Air 虽然是一台很好用的笔记本 但它不够经验 它虽然够薄 但是它真的不那么轻 高刷的缺失也让它没有那么尽善尽美 不过它同配置下的价格比13寸不过贵了500块钱 考虑到它和13寸的差价 都没有它自己多选一档内存和硬盘来的高 但是这个屏幕尺寸和续航表现以及外放的音质 确实是实打实的提升了 我觉得这500块钱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是划得来的 只是现在硬盘和内存都这个价钱了 苹果你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存储选装的价目表了呢? 8G加256G的存储配置 真的不应该再出现在2023年的万元节笔记本上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查案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当然我们也拿到了苹果新推出的M2 Ultra的Mac Studio 那么关于那台机器的测评 我们也会在稍后给大家带来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试试M2 Ultra打游戏的体验到底怎么样 好了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过几天再见 拜拜